另外来关心台中新社有一位派出所所长 16号晚间接获辖区内有路数倒塌意外 前往路口指挥交通 却有一台对象的左转轿车 疑似视线不良撞到所长 造成他全身多处擦挫伤 幸好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派出所所长穿反光背心拿指挥棒 在路口不断挥着手指挥交通 没想到下一秒 对下一辆转车辆没减速直接撞上他 所长当场倒地只停停地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叫我驾驶发现撞了人 从下车关心连忙打电话报警 旧车到场所长还倒在地上 身体多处擦挫伤仅仪送医 这期外反正16号晚间9点多 台中石岗和新社的交界处 当时因为有路数倒塌影响交通 派出所所长到场后协助指挥 速导车流却被车辆撞上 因为注意车前状况 浮胜撞上执行中是洪所长 双方进入酒精反应 朱敏未受伤 洪所长则有多处擦受伤 意识清醒 警方到查照驾驶没有酒驾 研判是夜晚事先灰烂 加上过完死酒 才会没刹车撞上所长 所幸受伤伤是轻微 这一后没有带爱 已经出院返家 接着中部纵道 大人是夜晚事 很享受 这段参跑 感谢观看